大家好,兩強爭霸必有一戰 在早兩三個月的時間,我拍了一段影片 介紹了一個理論的一本書 叫做《修斯底德的陷阱》 我以前小時候翻譯叫做《修斯底德的陷阱》 所以無論如何都是同一個意思 在古代希臘的時期,就有一個學者,一個歷史學家 叫做《修斯底德》 他寫了一本書叫做《八思賓羅史戰爭》 他的解釋就是說 兩強的爭霸最後是往往以戰爭作為解決的 其實這就是中國人傳統講的智慧 一生不能藏二虎 而一個美國的學者叫做Elecson 就寫了這本書 他分析了過去歷史上十六個文明的爭霸 有十二個都是用戰爭的解決 因為有很多很出名的 當然是包括了二次世界大戰的 一、兩次世界大戰的德國和英國 日本和清朝 日本和俄羅斯 帝俄、沙俄 在中國的東北部的戰爭 等等的戰爭 而沒有透過戰爭去解決的文明 其實也很好笑的 譬如說英國和德國 在八九十年代 英國和西德 在八九十年代的一個交替 美國和蘇聯的一個戰爭 英國和美國的戰爭是沒有發生的 美蘇戰爭是沒有發生的 其實是用了另一種形式去表現的嘛 就是冷戰嘛 但是今次中國和美國 兩強的爭霸 以前中國在胡錦濤或以前的時代 其實就是奉行幾個政策 幾個原則 第一就是韜光養晦鄧小平 第二個就是江澤民的悶聲發大財 胡錦濤的時期就是要不折騰 不稱霸 一直是說的一件事情 是用低調的方法去處事 這個也符合中國人道家哲學 最關鍵是要原則以為經嘛 但是去到今上即為以來就不同了 一改前朝的策略 現在我們要敢於向世界說不 敢於亮劍 用一種戰鬥格的方法去面對世界 還有進擊的一帶一路 雅投行 以及大撒幣等等的外交政策 是令到過去一百年 在世界稱霸的美國 是禁得如針刺在芒杯 這個是非常之痛苦的 所以在美國的部分人 他就有一種主張 就是要在美國衰落以前 中國徹底稱霸以前 就壓抑中國的發展 這是第一種說法 而特朗普的智囊團裡面 有不乏這種人的存在 當然特朗普會不會聽他們說呢 特朗普是一個政治人物 他做的事情有他的選舉的考慮呢 譬如說現在突然間 是對華 重新在貿易協議簽令前 竟然是大徵關稅 在這種情況下 當然有他的選舉的考慮 由於美國國內有些人對華勢力 最近是相當不滿的 所以如果他走一種強硬路線 必然是會得到一些選票的支持 而透過在戰爭或者貿易戰的運行 令人感覺到有危機感 有危機感才會投一些強勢的總統的嘛 難道投拜登呢? 在這種情況下一定是有一些政治的考量的 也有談判籌碼的考慮 能戰才能和 現在美國的經濟 相對來說在貿易戰的打擊下很有限 反而中國 第一就是 它有很多國內的經濟泡沫的問題 外債的問題 企業債務的問題 政府債務的問題 如果貿易戰長打下去 是不是會好像去年有些很高調的人說 大打大贏 小打小贏 這個大家都相信不是 大家相信打下去 必然兩敗俱傷 但問題是美國傷就是皮毛之傷 如果中國傷就是骨肉之傷 其實我過去有七段影片是專門講這件事情的 我剩下一個 playlist 大家可以聽回 我今天就是想講其實 在一個過去的二三十年 在美國的大力協助之下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發展得很快的 不用協助這個字 在兩國的貿易經濟活動的頻繁的情況下 令到經濟成長得很快 但是在美國過去的幾十年 有一種意識形態的主導 這種意識形態的主導 就是由經濟學者費利文所主張的 大奇的東西 就是經濟自由化 最終會導致政治自由化 而事實上八十年代的中國也有這種趨向 所以那時候八十年代 黨 就有一種運動 就叫做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反精神污染運動 這是八十年代1986年前後 非常流行的一個政治運動 當時還有什麼五胡亂話的情況 胡橋木等等 這個有機會再說了 在這種情況下 這種自由化理論是落空了 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區都成立了 但是中國經濟的自由化 並沒有真正帶來政治的自由化 到底這個 theory 是破產呢? 有一種想法就是認為 中國過去的三十年 並沒有真正在經濟的自由化 譬如說現在國有企業還在主導整個社會 現在民企還是明明是民企 現在變成了一種官員的勢力 牢牢掌握 派入黨委控制 遲早會變成國企 所以反而呢 有一種觀察就是 中國並沒有真正實行到 經濟自由化 所以政治沒有自由化是很合理的 而貿易戰就是能夠讓這種經濟真正變成自由化 最後政治也會變成自由化 因為其實美國是不會 就是 很懼怕一些經濟體大過去 譬如說我舉例子 歐盟的經濟體就大過去了 他就並沒有跟歐盟是劍拔老章 當然有很多矛盾磨擦 但是並沒有好像跟蘇聯 或者跟後來的俄羅斯 今天中國的那種意識形態的對立 他們可以是盟友來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是中美貿易戰的爆發 其實就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泛式的轉移 是有一種轉變 由政治自由化到經濟自由化 到今天 有一批人是不相信這種 theory 認為要在中國崛興以前 稱霸以前 就徹底打壓 也有一種人認為 是因為中國的經濟自由化還沒有執行到底 所以貿易戰是其中一種方法 使這種情況改變 但是沽默論如何呢 我一直都相信 這個貿易戰不是一場trade war 而是一場意識形態的爭霸 而是一場大國崛興的爭霸 是白絲賓羅戰爭史的現代版 當然我不希望最後會變成了 因為過去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 很多時候經濟的矛盾磨擦 最後變成了軍備競賽 擦槍走火變為戰爭 都是在所難免的 南海台海 一旦如果是經濟貿易戰 繼續打下去的 南海台海就可能好像當天 一二次世界大戰 巴爾幹半島是戰爭的火藥庫 南海台海就會是中美戰爭的火藥庫來的 這個當然是不希望看到的 我的立場是一以貫之的 我認為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身份 我長期主張要達成共識 徹底開放中國的市場 徹底開放的中國市場 對中國的人是百利而無一害的 第一,如果開放了市場 減少了關稅 我們買東西便宜了 那就有得益了 我們happiness提升了 買東西的質素高了 外國的企業來到中國競爭 譬如說藥廠可以來中國競爭 我們就不用買假藥 不用怕打假疫苗 如果外國的學校可以來中國開學校 其實以前有一段時間是挺寬鬆的 譬如說寧波 有一個叫寧波樂定銜大學 這些學校在胡溫的時代建立 其實也是很寬鬆的 但是最近這幾年 這種學校就受到很嚴厲的收緊 以前基本上是沒有黨委在裡面的 就算有也是不管事的 現在就變成了黨委領導一起 領導外國的學校 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我們要讓子女有一種比較自由化的教育 只能夠送去美國 歐洲、澳紐 美加而已 留在中國是很困難的 當然有些人就立刻反駁 美國啊 可不可以讓中國人開學校啊 事實上美國有很多華人子弟學校 不單止美國、加拿大 澳紐也有很多華人子弟學校 其次就是美國的大學裡面有很多孔子學院 雖然近年有收緊 但是仍然還有很多 那你想不想像到如果中國的大學裡面 有胡佛研究所啊 有羅斯福學院啊 有華盛頓學院啊 林肯民主書院啊 會不會啊?不會啊 當然如果能夠徹底開放 那我們中國的家長 又會有得益啊 學生又會有得益啊 所以 外國的企業銀行進來的時候 我們的錢放在外國的銀行 投資 外匯的管制減少 我們人民的happiness 財政的自由 經濟的自由 又會進一步上升 是對九成的人 八九成的人都是有利而無害的 唯一有害的是什麼呢? 就是既得利益者 現在呢就是 掌握很大的國企資源的人 他們的家屬 他們是既得利益來的 或者一些扮民企的國企 華為、中興這些 他們當然是有利的 騰訊 他們是有利的 但是 事實上 他們只是佔了我們國民裡面的小部分而已 開放市場 真真正正才能夠提升到我們的人民水平 生活水平 而不是用意識形態認為 你贏我輸 我輸你贏 我說在宋朝就繼續說蟬淵之盟 蟬淵之盟其中一條條約 就要定名有稅幣政策 每年有20萬兩白銀 30萬券司的券報 這些去一個所謂賠償也好 或者是交換和平也好 有學者研究過 陶俊生教授 他只是佔宋代的軍事開支的百分之一而已 這個是相當划算的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貿易的東西不是你贏我輸我輸你贏的 你給了一些錢 在寮之後呢 寮國人有錢了 政府有錢了 他們又需要買回宋朝的糧食 買回宋朝的茶葉 瓷器 因為華北地區的糧食生產和經濟能力是相對低一點的 所以兩國之間的護士 中原的人也需要一些皮草 一些動物的肉食等等的情況下 其實大家的人民老百姓最後的happiness都是提升的 我們講來講去最重要的 國家是為什麼呢? 當然是人民的happiness 是第一要二的 而不是意識形態 而不是各方面古靈精怪的既得利益 當然有些人之前我講這番話 有些人就說這些是汪精衛式的投降主義 那又是意識形態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期 所謂百年抗戰的時期 租界才是人民最幸福的地方 當然直到日軍侵略租界 是不是? 那麼香港是相對穩定的地方 直到日軍侵略 那麼日軍侵略了香港之後 那麼澳門就是最幸福的地方了 所以 官物論如何呢 老百姓才是歷史的主人翁 才是國家的主人翁 而不是政權 而不是意識形態 所以用民族主義去看待這些事情 是相當不必要的 那麼所以 這個中美貿易戰的第二段片呢 我又加徵關稅的第二段補充 我就到了這裡了 我做了一個paylist 大家有興趣可以訂閱我 有關中美貿易戰的paylist 還有很多其他的paylist 請大家subscribe 還有這個youtube channel 大家有興趣可以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一按訂閱吧 以按訂閱的朋友 記住去到下面的link 我有一個收費平台的 這個Plexplay 一個月120塊的台幣 30塊的港幣 就可以支持我這個youtube channel 繼續經營下去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